立法會內叫口號發十後被重案做驅控 一班反對政改的青年在昨晚會議差不多完結時 衝過警方第一道防線企圖衝入立法會 不單在地上他們還在柱上寫反對政改的標語 請讓我提示香港 班示威姐在這裡留陣之後散去 不過就說明今天會用更多方法衝進去 其實是曾鈺誠宣布暫停會議前 而會內已經有抗爭 警方找來重案組調查抓了陳敬輝 之後控告他干擾立法會秩序 而在場外的人整晚都很興奮 不要難過過 高峰期有上千人在 我覺得這個是好像挖頭路 我看不到從這裡可以去到真正的普選 通過了其實都是有點沉重 但始終我覺得可以放棄 市民都不可以放棄追求民主一點 反對和支持政改的示威者 一早已經來到立法會 白姊姊無緣無故又來抽水 支持政改那邊 除了打鑼打鼓跳下舞 當然要衣飽那套 間中兩邊的人都有喊殺怕 而建制派就連樓去打氣 選擇 來自暴力